在台北市的东旭住宅怎么会暗藏春色呢 这号称是台湾唯一的SM表演团体被看到 演出的时候呢拿着针刺胸布 低蜡烛这些超尺度的戏码 那么剧团说了这些都是表演的一部分 不过家长质疑剧团在网路上公开贩售门票 恐怕对青少年的身心都会造成不良的影响 影片搭配着轻快的音乐 但眼前表演却是令人看得感到惊悚 表演者在舞台上遭到五花大榜 而这样的表演方式将就出现在东区的住宅 真的是捏了好几把冷汗 表演者的肉体就被针穿刺 剧团号称是台湾唯一的SM表演团体 演出超尺度的剧情 而且曾获得台北市文化局弱势英文团体补助 表演更在网路上公开贩售门票 并且著名是限制级演出 售票虽然有著名 他是限制级 可是其实表演本身只是辅导机而已 我们也有针对比较年轻的观众入场 就是检查身份证的部分 据义场发言人强调SM的表演是在呈现解放 虽不质疑 限制级见血演出 入场观众的身份似乎把关不够严格 我们自己都当过表演者 那个东西第一个是 你会穿耳洞 你日常生活里面你会穿耳洞 你会穿高跟鞋 你会穿钢圈内衣 你会做很多 在日常生活里面我们就会做很多这个事情 那你连打针都可能 就是你只是血统打针 可能都比这个穿刺的要深 剧团强调只是演出 不必太大惊小怪 而且剧场只能容纳30人 是小众的表演 只是光看剧团网路上 所po上的照片还有影片 一张张超越尺度 SM刺贝刺凶低蜡烛的剧情 似乎有违法疑虑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拍不到